诶 有吗有吗有吗 诶 应该有有有 诶 诶 我是威廉 我是阿杰 Fits 笔电小恩 哒哒哒哒 诶 刚刚上次上次上次 上次聊到那个 那个去大陆游学 因为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好玩的事情 就是那时候我去大陆玩的时候 除了他们东西很咸可是很好吃之外 我有发现的事情就是他们在大陆的那个 汽车跟机车是分开的 就他们我们常常不是机车 汽车都是什么同一条路 他们是机车 汽车分开 他们还有另外 除了人行道跟汽车道之外 他们中间有隔一条小的 隔一条小的大路 然后旁边都有栅栏 所以等于说 他们是欧巴尾就是 你会有等于说 机车不用跟汽车那边骑来骑去 我是日本那边很少 可以就很少看到机车这种东西 加达车 他们都是 汽车 对 汽车 要不然就 对 他们很少看到 很少看到机车 就是你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是不是那地方的关系 就是在鸣鼓 对 然后看到机车好像就 填在路边就觉得 诶 有机车诶 好神奇啊 好棒喔 台北一堆机车 还是有机车这样子 对 因为毕竟前三天都在乡下 对 然后到都市以后 诶 还是有机车的嘛 对 然后他们 他们都是开 没有 应该是他们 那边的可能 习惯 天气吧 还是什么我也不知道 反正他们都是 对 汽车 然后他们汽车是 有分CC数 就可能 比较小台那种 1000cc的那种 他们不是说 就是那种 你可能路上轿车 水门路两三千以上那种 他们就 有比较小 排气量的汽车 比较迷迷的那种 对 然后他们长得 四四方方很像 图丝 那个面包图丝那样 四四方方的这样 哦 我在那讲什么 对对对 他们就比较小 那些数比较小 对 他们没有机车 然后都用开车吧 你知道那个车叫什么名字吗 我也不知道 就是那叫什么 四四方方的图丝车 我要用小车查一下一下 诶 其外他们车都长那样 然后他们 那面包车吗 是面包 也不是面包车 反正他们很方方那样 不是长方哦 是方 不是长方哦 是它是整个 整个是方形的 就啊 感觉 让人感觉是方的这样 然后小小的 日本 日本 日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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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个吗 是这个吗 长得像这样的面包车 不不不不不不 那太长长了 它太长了 对 它叫正方形的面包车 正方形 Google正方形面包车 正方形面包车 台湾可能有 台湾可能有 就是有几辆就是有那种型 但是比较少 台湾还是比较少看到 诶 差不多 差不多 诶 这蛮四方的 而且这可以坐四个人吗 有他们就是 虽然小但是 该给你坐的都不会少给这样 那你有坐过这种车吗 当然没有啊 就我们在 巴士上的时候 就有看到 我朋友那时候租车 好像也租这种的 然后他们就 好像好像 然后他们说 有分就是白牌黄牌 啊什么 CT数多少多少多少 这样 那就是我们没看到机车 那是因为 他们可能 可能乡下那边 他们可能比较 常下 就天气吧 就下雪 那你骑车 骑机车也不方便 可能路 会滑 那可能 他们就全部都开车 这样 应该 我如果没机车的话 他们是这样讲 那日本车位多吗 我不知道 多 多 我没有特别看车位 因为几乎都 你知道你看 你说机车很少 啊结果不就没人人手一车吗 可是 可是路上 哦你说汽车吗 对啊对啊 你说这种 就是 看到一间房子 啊旁边一定会 尬一台 小汽车 就代步 代步工具 对对对 因为他们那边 地 地算宽吧 或者说如果是 就乡下那边 对啊 他们就移动房子 旁边一定有车位 对 对啊 对啊 他们应该都是 应该可能是真的是 天气的关系 因为如果你骑机车 路上滑的话 不好骑 对啊不好骑 如果你每天都在下雪 你也麻烦 也开车 对因为你机车还要穿什么雨衣之类 对啊对啊你什么都要穿 那可能 所以在那边比较少看到机车 那边感觉汽车是蛮普及的 嗯 你们就看可能他们不是骑脚踏车就 骑机车 开汽车 短层就是骑脚踏车 然后远程就 就中长层 就开汽车 对对可能 他们都是这样代步 所以 日本很少看到机车 这样 就是很吵很吵的车 喔 просто暴走猪 彌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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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彌 喔你根本不知道他從後 然後而且我跟你講大陸人有個習慣 這個真的要講 這個應該不是 我知道不是所有大陸人都這樣 可是他們應該有些那種 阿桑阿伯其實都有個習慣 就是會一直按喇叭 真的會一直按 他們感覺好像就是熟悉 欸好像沒事欸 巴一下 欸前面有綠燈在巴一下 真的他們超級愛按喇叭的 超級愛 我們那時候在那個遊覽車上面的時候 不知道聽到幾聲喇叭了 然後好像真的沒什麼事情 然後就一直聽到喇叭的聲音 隨時隨地都會按 隨隨地都會按啊 然後 那個什麼 我為什麼說電動車的恐怖很危險 是因為電動車 它沒有聲音 然後喇叭又很大聲 現在可能比如說你擋到他的路 然後他就會 跑到你後面 然後就站在旁邊 然後就很帥騎過去 想ridge 起過去 就覺得他們騎的路都是他們自己的 example 就很煩 flows 很煩呀 然後.. 而且他們真的很喜歡按喇叭 你知道 喜歡到我們都會想 我們都會說一句話 就说他们宁愿自己车坏掉 也不要喇叭坏掉 我说他们真的很烦 真的我们就领悟到一句话 就是他们宁愿自己车坏掉 也不要喇叭坏掉 就只要能按这台车都可以 还可以用 那车坏了 然后喇叭没坏了还是可以用 你就边签 然后那个扒扒 然后喇叭坏了 喇叭没坏 喇叭坏了车还可以用 然后觉得那台应该不能行 那拿去修了 修喇叭 我那时候觉得真的是这样 超级爱按 我真的不是为了说 我连骑甲在路上都会被旁边的按喇叭 我都不知道什么意思 他可能要转弯 然后可能骑太前面 因为他是 他的那个车道 跟汽车道跟机车道是有栅栏 然后有些地方是 那个神行道跟机车道没有栅栏 他只有一点小小的凸起而已 就跟我们也差不多 对对对对小结 小结 就结 高起来高起来这样子 就是这样的 所以他可能你转弯的时候 你会挡他的路 哇真的哇 真的真的真的 而且 那个时候 哦还有一个很不习惯的事 那时候去大陆 跟朋友去玩 他们也有地铁 就是他们的捷运啊 地铁 他们进去地铁 他们那个我们台北捷运不是 台湾捷运不是收班是12点吗 对不对 差不多 收班 他们收班9点半 晚上 晚上9点半就收班的 超级早 超级早 所以你有你有去体验到吗 我有体验到 差一点回不了家 哦真的吗 就是因为 他的那个地铁 其实蛮方便 哦就是你去到别的地方 然后你本来要回 嘿我们想说晚到10点来 就大家怎么可以用跑的 因为那时候商 我们那时候去一个 人家无脚厂 就是买东西的地方 因为他们地铁其实蛮方便 因为他们就是 错终复杂 四重八达 然后都是他们的地方 而且他们每一站很多都很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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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很方便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搭地铁 去从我们那个白玉兰饭店那边搭去 五脚厂买东西 然后买买买买 然后说 9点多 为什么看大家有些脚步蛮急 应该是大陆的走得这么快吧 然后看到20平台 我看大家都往某个出口里面冲 他说在冲什么东西 然后他说 诶 地铁好像只到9点半啊 然后我就跟他冲啊 冲啊冲啊 冲啊 然后门都拉下来 那警卫那边嗶嗶嗶嗶 就这么高 还好有达到 然后有一次 我没有体验到 是他们又再去逛一次 那因为我买东西都买好 我就没有逛 我就去附近 附近学校没有晃晃 他们真的错过了 回过来 然后他们就打滴 打滴 就打滴就叫計程車 哦 就打滴 打滴 对啊 他们就叫計程車回来 然后也不会太贵 因为其实都 媒体也都很近 都蛮近近 然后他们 四个人 四个人坐一台车 大家分一分 其实也还好 也不会太贵 是哦 对啊 哦因为你说地方近嘛 对其实对啊 都不会很远 只是要走要走蛮久的 不然就是啊 走要走蛮久的 所以他们分一分 其实钱也不太多 差不多 就比那个地铁贵啦 可是 不会说过不去 对对对对 而且他们出国玩 每个人都超猛的 换一万块的新台币 超猛的 我后来玩了 还有剩耶 身上还有一点人民币 玩到后来有剩 你都在骑脚踏车吧 没有 我说骑三天 我说骑三天 三天 我那时候 我们到后面那几天 就是要准备回台湾的时候 我们后来才想到 我们有 五百块人民币卡件的事情 那什么东西 就是 选生证啊 选生证啊 我们到后来才发现 那时候已经第九天第十天 课程差不多结束了 然后期末报告都要交了 然后我们就要准备回台北 然后想说要买点竞争品 然后想说 啊 人民币不够 我说 有那个卡耶 你们剩多少 然后就去看 四百多块 哇 四百多块 你到底 你不知道花 就四百多块 四百八十几 然后就没什么花 然后大家那几天晚上就是 像土豪一样 就拿着一个卡 那边笑语一遍 摔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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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到各个地方去买 看到什么买什么 像什么 那个 那种吃东西的地方 什么有那种冰啊 什么东西啊 不管啦 随便加配料 你要什么都可以买的 随便加 随便我们不看价钱 只看想吃什么 哇 完全自由啊 超级 超级壮啊 都要走了 都要走了 而且 而且那个 因为他说 你那个不能带回台湾嘛 你那个卡 一定要还给学校 那你有钱还给学校 干嘛 他也不会换现金给你啊 对啊 然后我们说 那就把它划完吧 对啊 那时候还特地问过 我们的那个导游 他说 哦 不会不会还 不会还我们 钱不会还我们 就是他 那时他原本就负在里面的钱 他不会还 这样子 然后我们说 竟然这样就 就 随便花 我们还特地 晚上排个行程是 花那张卡 然后我们来到他那个超市 他们那个超市其实蛮大 真的有些 有些啊 比较大的超市 就像 全联那个规模差不多 比较小一点的全联 就什么都有 有什么 生活用品 有 吃的东西 有什么文具 什么什么都有 还有一些莫名其妙 什么明信片 什么 那种都有 那应该 我不知道那是干嘛 太奇葩了吧 然后 特定啦 尤其特定的商店是这样 然后 我们就买一堆东西 就拿了那个篮子 嗯 篮子一拿 然后冲 看到什么 诶 bog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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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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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们不是用拿 我们是用拨的 哦 用拨的 哗 我们用拨到箱子里面 然后 那个篮子人 诶先放旁边放旁边 然后再拿 再拿一个的 走 然后再拿 走 然后因为他很多泡面是 就是台湾没有 因为那时候 康师傅不是推出台湾吗 然后就要大陆发展 哦 所以大陆的全家比Seven还要多 哦 对啊 然后 他们东西很多都是吃东西很多泡面的什么都是康师傅 康师傅 康师傅 他们连饮料也觉得康师傅的 哦 这个 这个我好听过 对吧 你有没有喝过康 你也喝过什么艾滋味的什么什么那种 梅子绿茶 嗯 一定没有喝过康师傅的梅子绿茶 哦 古道 古道梅子绿茶 古道梅子绿茶 对 你一定没有喝过康师傅的梅子绿茶 我喝过 但是什么很多东西 引到康师傅的什么东西 很多东西都是康师傅的东西 然后 那时候我们是很多泡面也是没有吃过啊 什么老痰酸彩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都给他剥下 就都把他剥下来 先剥 先剥再说 在那边再结 然后结 哎五十块 哎呀 哎五十块 太夸张了吧 真的 我们那灯真的是这样 真的是各种土豪行径 你知道吗 然后 你知道还有人无聊到去买那个什么 生活用品 哎 好像缺拖鞋 买个拖鞋好了 现在笔记本好便宜啊 买笔记本好了 然后 太白吃了吧 然后我跟你讲 最白吃是有人买台灯 台灯 哦好便宜哦 像一个台灯 因为他那边是人民币嘛 一个台灯才六十几块而已耶 换算台币也才三百多 好便宜 而且是菲利普正版的 正军正版 然后就买 然后就带回台湾 好像没办法擦 没法用 你说他的那个 电压不一样 买一台垃圾回来 然后后来 好像去 不知道是哪里 特立物去看便压器吧 那便压器比那台灯还贵 贵 太贵了吧 说他你买这个干嘛 你买这个还好 不用钱 那你买便压器要钱 你买那个便压器 哎比较贵还比台灯还贵 赔资 那时候 算了 那时候还没有想那么多 他说欸台灯好便宜啊买了买了买了 原来都有 那时候还有剩 还有剩一点钱 就去买 结果发现浪费钱 我那时候有买那个什么 投影始终 他是像电子表面 他就一个方块 一个立方体 然后上面有一个圆圆的东西 按下去 他会投影到那个 你说他浮起来喔 不是他不是浮起来 他是像那个投影机那样的投影 他投影到天花板上去 哦天花板 就是然后你就看到现在几点几分 在天花板上 我就放在我房间 太烂了吧 按一下可以看到天花板 太烂了吧 就一个小小的方块 然后按一下可以投影 几点按就抬在床上 就知道现在就知道几点 就知道几点 不然一定要爬起来看 没有没有 现在按一下就知道几点 太懒得吧 超懒得 超懒得 可以投影啊 可以转那个 他是那个球状 所以你可以转他的那个角度 那时候我说这不知道什么东西啊 不知道什么东西 按按按按按 这什么 那没有时间欸 然后就买了 因为他有展示品 对啊 然后我就买了一个 买一个回家 也蛮便宜的啊 好像才台币 一两百块 应该还可以吧 很便宜啊 反正我们那时候没有金钱观念 对 有人张卡都没有金钱观念 如果那张卡还没花完 都还可以 对 都没有金钱观念 完全没有金钱观念 看到什么都买了 看到什么都买了 日上无上限 真的啊 欸其实真的蛮多 两千五在那边真的是 有时候五百块 五百块人民币 在那边真的真的 还很多东西 然后后来我也是没花完 因为真的时间不够 也不知道买什么 因为你买那么多你要装得下 你要带的回 对你要带的回去啊 你带回去啊 你怎么会用那张卡 再买个行李箱 太白痴了吧 对啊 就没办法买那么多啊 买那么多 然后就只好就还他 我记得我那时候那张卡里面 还有剩下两百多块 太扯了啦 人民币 我只花了一半 我只花了一半而已 没办法 你那脚踏车那三天应该 没有那时候是付现金 哦 他那个修脚踏车是付 那边那个是付现金 太可惜了 对啊 不然就可以直接 一直跟他续续续续续续 握这张卡没关系 你不要担心 对啊 多方便啊 真的 其实大路还不错 我就可以去看看 去国外看看 我觉得真的是 还不错 对啊 出 就有机会就都出去 对啊 出去出我都看看啊 就不一定要玩 像我朋友之前还 他一个人就自助旅行去上海玩 可是我觉得蛮OK的 因为 语言又通嘛 语言通啊 语言通啊 然后就拿着个手车看看 不知道问个路就好了 我觉得其实蛮棒的 对啦 旅游 讚 不错 到一个活腻的地方 到另外一个活腻的地方 这个解释真的是他妈的中肯 从自己活腻的地方 到练一个地方 练一个别人活腻的地方 非常好 嗯 好 那我们就今天聊到这边吧 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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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